山寨探望16號 我的出身便是一個問題 下 這宗校內跳樓慘的發生之後 東沖天主教學校向傳媒派發新聞稿 表示已啟動了危機應變程序 由教育心理學家和社工等 協助安撫私生情緒 精神副科醫生說 遺書內容反映王凌峰思覺失調症狀 例如 認為世界有問題將會有事發生 將妄想和學校或其他現實生活 混為一談 同時顯示出是有計劃、安排或使命的 例如內容提及自己的狼是神 可能是妄想一種 因為妄想除了妄想被迫害之外 還包括帶中介色彩妄想的 校方如果知道王凌峰患有思覺失調 他有一次讚揚老師的活動上來提 表達自己的心聲和批評老師 校方要見家長打算再出處分 這些是因校方敏感度不夠 王凌峰來提表達自己的舉動 可能已經是病發跡象 有必要即時轉介社工 安排去看醫生 中大精神科學系李承教授 在完天堂之後認為 王凌峰失常行為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相遂常遇病情變化 亦是生活、家庭、人際關係、學業等多種問題 影響導致病情轉壞 備受多重壓力之下 作出控訴式自殺行為 精神病患者永遠都不覺得自己有病 教學系在知情下懲罰精神病患學生要小心 否則會令學生感到被迫害刺激病情 比較適合做法 是即時聯絡家長或醫護先作評估 然後再處理 5月25日早上9時 王凌峰的父母由社工陪童 去到攜中練防認屍 王凌峰的媽媽的情緒激動 在陽探員一度照救護車到場 他在車上休息了20分鐘後拒絕送院 王凌峰的父母認為 王凌峰突然之間沉死或另有原因 去到李永達議員罷事處求助 下午4點多 由社區主任郭平陪童 去北戴嶼山警署報案 要求再查跳樓事件的原因 香港人權監察指出 事件可能顯示精神病患專業和權利 甚至虐待兒童 出請學校和有關部門 徹查事件和公開交代 5月26日傍晚 東中天主教學校副校長溫紹強 和駐校女社工黎嘉欣和一個男教師 由同校讀書的王凌峰弟弟 陪同探訪王家 將校內籌集白金和心意卡送給家人 王家向校方提出三個要求 清楚交代有無強迫王凌峰食藥 協助此一個靈位已變家人拜祭 同事件有關的男女教師 要到王凌峰臨前道歉 溫紹強說會將有關要求帶回學校討論 2010年9月 王凌峰父母和小兒子 一家三口由東涌調遷到將軍澳公屋 王凌峰父母每晚都失眠 要服食抗疫骨藥 被其發生後 王凌峰父母一直都停工 2011年6月才重頭工作任職地盤保安 2011年9月20日 寫停聆訊王凌峰的死因 任教中文的陳秀芳老師 中三任教王凌峰一班 見王凌峰無理到周圍無心傷害同學 能夠專心學習 覺得是正氣對頗為欣賞 2011年王凌峰已經升陸中四 5月7日竟私日 王凌峰透過中央視像系統 開麥克風公開批評陳秀芳 我不像其他班代表一樣 說那麼多廢話 很多老師說我們那班垃圾 我無所謂 之後點名對陳秀芳說 其他同學沒有留心上課 看不到我的努力是正常 但他那麼專心應該看到 你經常教人做人態度 你有沒有反省自己的做人態度 陳秀芳聽了之後頓時傷心痛哭 但想心一塵 王凌峰或者受病情影響 見他因為這樣受罰平坡 對他說 老師沒有生氣 是以他把握機會自收 及後收到王凌峰的否白信 陳秀芳才明白王凌峰當日講話意思 陳秀芳在庭上讀出王凌峰的否白信 王凌峰是因為不值他面對橫皮的同學 還要笑臉迎人 為同學阻礙課堂感到不公平 叫他檢討 是一眼見老師努力付出 仍然不得到同學認同 信入名言 明白老師你內心逼得甘心與難受 同學在敬師日的感謝班主任而無視 陳老師努力 他為老師感到不甘心 所以我決定了自己做這件事 陳秀芳這個時候才明白王凌峰一番話 原來是出於維護老師 私生兩人誤會傳銷 學校訓導主任林世榮說 王凌峰停課一到五日半 是一月先評估王凌峰和老師 和同學之間的情緒 才可以讓他再和同學一起上課 所謂道歉是要王凌峰親身 向老師和同學交代善改廣邪原因 由老師監督王凌峰復藥的決定 是由於王凌峰媽媽曾經透露 王凌峰抗他復藥 林世榮補充說 校方決定懲罰之前 曾經嘗試諮詢王凌峰的子妻醫生 但找了一兩日都聯絡不到 至於為何在聽取醫生事件之前 則責人懲處 王錫榮未有正面回應 王凌峰的媽媽作公開陣 情緒一度激動 批評校方不顧兒子的意願 逼他在學校服藥 老師是教文化的 你了解不到他的心 9月21日 王凌峰主親醫生 培宗醫院 精神科林敬申醫生 促成續公的時候說 2008年12月 王凌峰一日自殺念頭 被強制入院 他在校方和社工得知 入院之前一年 王凌峰曾經企圖 在家中窗口跳下街 王凌峰也曾經和老師輸到 如果沒有發展 勝出網球比賽 便會被他死 王凌峰除了出現自殺念頭之外 有很多項的異常行為 例如把自己的血 混入朱古力 不肯吃東西 腦裏變出魔鬼和天使的交戰 升天18歲的時候 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林敬申透露 王凌峰本來每一日要吃4.5毫克的藥 2010年3月覆診一陣 病情穩定 沒有出現病 王凌峰媽媽曾經向林敬申求助 說王凌峰擅自將4.5毫克的藥物分量 減為0.5毫克 他擔心兒子病情惡化 林敬申以為王凌峰 嫌將藥分為半粒的麻煩 診斷之後 將藥量改為4毫克 希望他不會停藥 一直為王凌峰負責處校社工 林敬申說 2009年8月和2010年初 王凌峰兩獨自人減弱之後 行為怪異 例如會突然衝下另一班 帶著嫂臭那班的主任 突然之間在女士門口 接聽女同學 要對方陪她玩遊戲 將寫上生命、信任、愛的鎖匙扣 送給女同學 王凌峰離群獨處 借機逃避影相 同女同學拍拖分手之後 在Facebook宣稱自己玩弄感情 2009年11月 黎堅擔心王凌峰病情有異 曾經將情況通知醫院 黎堅澄清校方監督服務的決定 已得到王凌峰和醫生同意 校方就出懲處王凌峰決定之前 黎堅曾經支出心理學家的意見 心理學家認為 這個王凌峰公開道歉 做法並不恰當 校方當時是著眼幫助王凌峰 和老師和同學復修關係 要求道歉 葵總醫院精神科醫生 鍾傑強說 王凌峰一直服用醫院處方的藥物 維斯通 血液和小肥中會有殘留物 由於不知道讀理報告 有沒有做過這種藥的測試 所以很難判斷王凌峰生存 有沒有按時服藥 黃凌峰的老師周振華說 事發當日早上 黃凌峰在他面前服用思覺失調藥 法醫掙扎詞回應周振華老師的公事 說根據《讀理報告》 黃凌峰身體內的殘餘藥物 是一種常用的感冒藥 而不是思覺失調藥 法醫續項讀出黃凌峰身上多處傷痕 黃凌峰的媽媽再次大喊 裁判官陳碧翔問他需不需要離庭休息 他就拒絕 法官大人 你給我在啦 我忍不住 庭上播放學校悲露電視片段 黃凌峰出事之前在酒廊徘徊 之後走到鏡頭以外去梯監 黃凌峰的媽媽見到愛兒最後一面 哭著哭 傻仔 黃凌峰的爸爸輕拍妻子的肩膊安慰 自己亦雙眼通紅 離開法院一陣 夫婦良的神情被之前潮水 9月22日 東沖天主教學校校長劉忠元作供 劉忠元說 2010年5月10日 校方召開會議 談及黃凌峰在敬師日公開批評中文女教師 又說同學是垃圾 校方認為言論但有侮辱性 不尊重老師 亦引起同學不滿 敬師日事件後一兩日 在黃凌峰同班同學Facebook上 發言有要教訓他 即是黃凌峰等的協文 校方決定將黃凌峰調離班房 避免與同學衝突 同時得正式事件 和給成長組老師輔導他 校長認為既大國是訓育方法 不認同是處分 不會影響黃凌峰升讀大學 劉忠元繼續說 個是可以補的 只要同學協助服務工作 紀錄就可以消除了 這些都列明在學生手冊上 班長亦會每年提醒 學校從來沒有要求黃凌峰 向全校公開道歉 學校向正面對待學生 讓學生有精神問題 保護他都來不及了 重新是沒有要求黃凌峰 就事件停學 寫在裁寬院陳碧喬 破例批准黃凌峰父母 在結婚陳時的一陣發言 黃凌峰媽媽批評學校處罪得太嚴 批評校長作供一陣 句句謊言 社安庭完成聆訊 明天作出裁決 9月23日 社安庭陪審團一致裁定 黃凌峰死於自殺 他父母民犯之後激動豪哭 控訴校方逼死兒子 正常人處罰 我一直反對要凌峰在學校服藥 但林老師說一定不行 只是答應不會有其他同學看得到 但兒子已經沒有安排走廊 當著同學面前服藥 令他失去面子 因而出事 校長一直沒有表示過協議 沒有承擔責任 代表黃凌峰家屬的律師何俊仁說 會將這宗案件提交立法會 討論如何落實死安庭的建議 10月6日 黃凌峰父母在代表律師陪同之下 去到評機會投訴 調查二子就在東中天主教學校 有沒有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評機會主席林匯江接見他們 安排和調查處任開會 由於當時已申告 距離事發日期超過一年 超過評機會接受投訴期限 評機會需要徵詢法律意見 才有決定會否調查這宗案 會在2個3個禮拜內答覆 2016年8月31日 東中天主教學校中學部校長 劉忠元榮憂 2021年1月31日 大公報賺民炮軍劉忠元 說他在2019年參與聯署 要求特區政府 立刻割置修訂逃犯條例